大家好,今天在菜市场买了三个小南瓜 也不知道是啥品种的,还挺贵 4块钱一斤 头一次见这样的南瓜 估计这个价钱的南瓜应该很好吃的 先把小南瓜用水多洗一些 把南瓜皮上面的灰尘和杂质给它洗干净 南瓜洗干净以后,把它放到案板上去 用刀把南瓜顶部一厘米处切下来 这种南瓜切开还挺硬的 比家里的南瓜硬多了 因为咱们今天做的这个早餐 南瓜是带皮一起吃的 所以就不去皮了 南瓜皮的营养呢,也是很丰富的 这样把南瓜切开以后 接下来我们用勺子 把南瓜肚子里面的瓜子和瓜瘾都刮出来不要 把南瓜肚子里面掏空以后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多倒一点清水 然后把整体放上 再把南瓜上锅蒸 盖上盖子以后 用中大火蒸15分钟 先在大碗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再来准备一袋纯牛奶 把牛奶慢慢的倒进鸡蛋里面 加入牛奶的量是鸡蛋的1.5倍就可以 一个鸡蛋大约是50到60克左右 加入一小勺白糖 然后再用筷子把碗中的鸡蛋 牛奶和白糖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就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淡奶液 最后再把淡奶液用蜜漏过滤一下 把淡奶液里面的结块和气泡过滤掉 现在锅里面的南瓜也蒸的差不多了 很浓郁的南瓜香 把淡奶液慢慢的倒进南瓜里面 最后再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 盖上过盖以后再用中火蒸15分钟 蒸熟的南瓜蒸蛋 用牙签扎一下 牙签竖立不倒就说明可以了 蒸好的南瓜蒸蛋 你可以用勺子直接挖着吃 也可以切开 切成小块 像我这样 这样用南瓜和鸡蛋做的营养早餐 不仅做法简单 还特别的有营养 口感呢非常的软糯 香甜 带着淡淡的奶香味 今天做了之后 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吃够 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 早上吃一个刚刚好 补钙又美味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做一下吧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